今年10月1号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国庆日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特区的大街小巷已经悄然披上了中国红 五星红旗和紫金花旗旗交相辉映 一派欢乐祥和的氛围静在其中 现在我正在香港港丽酒店的大会堂 在这里我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乡情和爱国爱港的热情 在现场不断地涌动 再过一会儿香港特首李家超和福建社团联会主席施青柳将抵达现场 与众多贵宾和乡亲一同祝贺祖国母亲的74周年华诞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今日在港丽酒店隆重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大会 来自香港特区政府中联办中央政府驻港国安署 香港立法会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敏及乡亲 共逾600人出席大会 共同为祖国庆生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大会 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生 出席的主李嘉宾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中央政府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孙清野 中联办社团联络部部长钟吉昌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文慎 出席盛会的嘉宾还有 香港中联办台务部部长张强 港岛工作部副部长王慧 九龙工作部副部长郭长勇 新界工作部副部长李公勋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黄玉山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洪正 警务处处长肖泽宜 海关官长何佩山 华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丽玉 民建联主席立法会议员陈克勤 立法会议员严刚 林灵 林新强 陈祖恒 东区民政事务专员陈尚文 以及一众敏级选委等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施清流 荣誉主席林树哲 吴良好 荣誉顾问杨孙熙 洪祖航 朱湾达远 诗子清 卢文端 卢温盛 林明森 诗荣欣 柯达全 丁良辉 诗荣怀 姚志胜 常务副主席施维雄 副主席兼秘书长舍德聪 及一众副主席永远名誉主席和敏及乡亲等出席了庆祝大会 兵主欢聚一堂共襄胜举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舍德聪主持今天的庆祝大会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施清流表示 香港已经步入了游至极星的新阶段 福建联会始终秉承创会宗旨 坚定爱国爱港立场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继续发挥爱国爱港同乡社团铁军的作用 全力协助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将爱国者治港理念贯彻落实到底 再融入国家发展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积极主动对接 注入民港动力 施清流盛赞李家超特首带领新一届特区政府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全力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深入基层与市民面对面交流 了解民众最关切的问题 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建议 制定香港未来发展蓝图 展现出爱国者治港的新气象 新理念 新作风 彰显了政府的责任和担当 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 共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华诞 他盛赞民旗乡亲为香港做出积极的贡献 并对台下众多身穿红色外套的民旗经锅力量点赞 笑称自己今天特意戴了粉红色领带 代表是福建粉丝 李家超充分肯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多年来为家乡为香港的福祉尽心尽力 成绩游牧共睹 他相信福建社团联会一定会继续发挥 相以纽带的作用 团结在港乡亲和香港市民的爱国热情 全力支持国家的发展 继续和特区政府紧密合作 推展更多爱国教育和文化活动 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的新一代 把握祖国的发展机遇 投身建设更美好的国家和香港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文慎表示 新中国成立74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奋斗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今年是民港两地交流合作最为热烈 成果丰硕的一年 他希望广大敏及乡亲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希望大家常回家乡看看 共享发展机遇 福建省委统战部省海外联谊会 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 敏及乡亲回敏 学习交流 投资新业 为福建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增添新动力 大会最后由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舍德聪 向大家致以国庆中秋双节祝福 他动情地说 74年的风雨历程 中国巨龙正在腾飞 迈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祝愿大家的生活更加美好 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天要祖国 不负韶华 仪式结束后 嘉宾和乡亲们热切交流 共同祝愿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祝愿香港明天更美好 祝愿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会晤 更上一层楼 乡亲们纷纷表示 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增添新动力 为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一国两制的故事 讲好民港合作的故事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东南传媒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